好,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第四个凶杀的命诏 前面讲过,有一个是把男友杀害了 这个是被男友杀害,这个也算是情杀 所以我想假设是一个女命的话 有的时候从八子里面也看得出来 她所教我们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对象 可不可能遇到这种情杀的事情 我想这个命诏可以当作一个很不错的例子 这个命诏是在生在1966年8月19号演诗 各位看到这个八字一排开 庚金生在深月,这是入位的位置 建入旅主钻入商亲 一般生在这个位置的话很早就会离开家里面到外面去 不管今天书呢去创演 那这个命诏不会看到很明显 她这个天干有两个,冰火七杀 七杀要坐在一个阳阵位置上面,又合到这边来 这个,过去我看过很多女孩子的命 那么女孩子的命如果说在年月透七杀 没有字,没有字就是说她并没有来克制或是把它化掉 那这种女孩子很早有时候很早就会交到不良的男朋友 然后就失身了 那另外呢,如果说七杀透在年月 地支,夫妻公这边地支呢,是一个帝王位置 那多半也是交那种非常凶神恶煞的男朋友 那这个命照呢,看起来是 它这边是一个火的枯萎嘛 但是各位知道这个武序盒 等于是杨刃带过来 那这个也算 所以等于是这个女孩子 她本身交的男朋友 都非三类 都是一些凶神恶煞 女孩子嘛,大家都知道 喜欢以正观为夫嘛 正观就是阴阳配合是比较好 那么如果是七杀的话呢,是怎么样 七杀我们讲是情夫嘛 汉夫嘛 或者是一些呢 比较短暂的姻缘 短暂的姻缘 或者是刺激的外衣对象 这种叫七杀 那这个七杀又带福音 那这边又带和 那这个八字也有个特征 各位看到这个 岩五序是三和 三和 女孩子 都喜欢带和一大堆 和贵、和马、和桃花都不好 我们印证的资料多半 也都是可以印证得到 各位知道它这个宁愿呢 夹一个胃 这个胃呢是天以贵 带寡树 那这个五位是和嘛 五位一和的话 这个木浴就变桃花了嘛 我们各位讲过 木浴只要一缝和就变桃花 那这个夹一个胃的话 它会形这个虚 所以它八字里面也有这种形的现象 那这个八字呢 桃花带煞 都啊 都引奔了 信力仓皇 桃花带煞 这个桃花上面做煞 又合进来 那另外呢 这个在神煞上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 红雁桃花两交差 平向庄台礼宾鞋 所谓红雁桃花 女孩子地支做红雁桃花 那他八字又带其他桃花是合嘛 红雁桃花两交差 平向庄台礼宾鞋 就是那种女孩子 就比较喜欢一天到晚烧手弄枝啊 招风影蝶啊 一天到晚打扮 平向庄台礼宾鞋嘛 就是一天到晚在修饰嘛 打扮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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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 这个 女孩子其实很不喜欢地支做红雁桃花 红雁桃花 红雁本身就是桃花 那么红雁这颗 红雁桃呢 本身呢 它本身是代表情欲 就情欲比较重 这种女孩子比较浪漫 这种叫浪漫不争 浪漫不争 古代说的 引奔施约 浪漫不争引奔施约 就带红雁 那他要带和 三会 女孩子一和之下呢 都不好 都不好 男孩子和没有关系 人际关系呢 这个群众基础很好 那女孩子就不喜欢 女孩子为什么和会这么多呢 当然呢 除非你现在政治人路和 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对婚姻不好 所以从这个整个命里面 那么另外呢 这个 和贵和马和义 和 和弦词 也都不好 和贵和马和弦词 这个和弦词嘛 那和贵嘛 和天以贵 这是拱贵哦 在男孩子里面 是事业上的人帮忙哦 但是女孩子不喜欢和贵啊 和贵和马和弦词 其人必定夹尊重 哈 这个古老师面详细有这句话 所以基本上 这个命照可以看起来 这个 这个女孩子基本上是 男员超好的 为什么七杀七杀 这边 这边落在五又 又合到她 一大一大早就男人一大堆在追她 男员特别好 好 那么这边基本上七杀枯在这里嘛 好 那另外呢 这个八字本身啦 她日元就生在一个庚虚 奎抗有四天嘛 庚臣庚虚 任、臣、乌虚 那么庚臣跟庚虚呢 这叫奎抗 那么又称为叫做绝乎抗 任、臣、乌虚呢 哪孩子不喜欢生在这两天 我看过很多哪孩子 生在任、臣、乌虚的 基本上 也会教啊 年轻的时候会教 但是都没什么结果 不然就很乖离问 那么女孩子不喜欢庚臣跟庚虚 这叫绝乎抗 这个古法就是这么一句话 绝乎抗 所以这个肯定对父缘也是不好 所以 这个八字看起来呢 这个煞也非常强 因为地支山 山河煞 天五旭山 透丙火 基本上是会合在一起 天高透两个丙火 那么这个偏移在这个旁边呢 无济一世 所以呢 这个八字看起来就非常凶险 那当然跟他这个人的性格也应该有关 为什么会被他男朋友给杀害 可能是他自己呢 又到外面去教 因为感情乱嘛 男朋友呢 争风吃醋嘛 那两个又争吵嘛 那刚好会交到这种非常凶神恶杀这种男朋友 那当然就是失去理智嘛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大运哦 这个大运 这个大运其实在甲午这个大运 走木屿印 木屿印一合嘛 五味合 五婿一合嘛 基本上合到 合到这个夫妻公 基本上这个时候就开始不断 一大堆男人在追了嘛 又财又生煞嘛 对不对 你看嘛 所以这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感情就非常的精彩 其实交往也非常复杂 而且这个基本上合到这边来 基本上就是跟他同居 各位知道哦 只要合到这个十字哦 这种合法都是同居啊 我过去看太多了 好 那 到奎寺院的时候呢 就走到一个王神院了 那么这个走到这个奎寺呢 各位知道 这奎水原来呢 多少少可以对七杀 因为如果七杀旺 有的时候喜欢走十杀哦 才能够自七杀哦 才能够克哦 十神自杀 对不对 但是各位知道 他这个奎寺 这个奎水本来是没什么力量嘛 那这个奎水一出干以后呢 被这配音给合掉吧 被合掉啊 被他制不了七杀 那我们看看七杀又走到四火 等于是原来就有帝望位置 今天又走到灵关的位置啊 等于七杀旺到不行 好 那这个答应第一个 他王神 来行他的 入位 就是他自己啊 那么这个人 所带的神赛也都非常不好 各位看到这个孤臣寡树 商门钓客 我看很多短令 在月令这边就带什么 商门钓客 孤臣寡树 这种孤独心啊 孤独心一大堆 那本面要带到白虎 白虎本是雪光之灾嘛 白虎如果架空王 这不是没有呢 像这种星啊 跟空王在一起 等于是加重他的力道啊 凶神恶煞不喜欢跟空王在一起啊 不是没有啊 他反而加强他的力道 很奇怪啊 空王本身就是一个神煞 所以呢 那这样 这个女孩子呢 在二十五岁 这个大义 好 世神煞 世五味三会火 炎乳戌原来就三合火 世五味又三会火 那各位想想看这个圣经 这个庚经呢 那这个苹果抢到什么情况 那 悟魁又合火啊 他合出来不是火嘛 好 所以在这一个大义里面的三十三岁 所以悟云年 悟云年这个悟出来嘛 又把这个魁水合掉嘛 原来这个魁水还可以治 还可以对抗他 你孩子八字没有食伤 他没有反抗能力 他对男孩子的侵犯没有反抗能力 那走这个大义跟流年你看 他原来八字里面就会合掉 所以呢 这一年 那眼又来了 这个眼又引动 眼乳虚不是合嘛 对不对 然后眼是身不是三行嘛 那原来他本身这个魏虚型啊 所以这个整个四柱全部都动嘛 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生存嘛 这个圣经完全被刻光嘛 所以那一年 不知道什么事情呢 但是因为我们看这个命造本身 这个女孩子呢 也是呢 非常桃花了 浪漫不深的这种 这种命格 可能是交往对象非常复杂 感情非常复杂 那么结果呢 被男友呢 可能是情杀掉了 就在这一年 这一年又干嘛 白虎年 白虎就是雪光之灾 一般 一般 像这种年 就是容易开刀干嘛 这雪光之灾 好 那我想这个命造 给各位 带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